本次我们将开启绘画之城第三展的邀请 探究世界的二元性主题展 能否进入下一展 将由策展人纯响点藏值和观众纯响点藏值决定 每位策展人共有100个纯响点藏值 只能投给本组成员之外的组画画家 送出我的卡 恭喜你们 每个命题中获得策展人点藏值第一名的组画 直接进入下一展 剩余四组的剧留将由观众点藏值决定 组画的创作难度在于 必须两个艺术家更好去配合 配合不好就是两张画 做组画是有命题的 这种做法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觉得我们那组的最有创意 这里面的白鹤都是用涂鸦的方式画 用喷漆来画 山水是铅笔画 综合材料 综合材料 太猛了 我就欣赏这样的艺术 这才是什么叫做画 很有创意 谢谢院长 这个还是挺满意的 第一名肯定这个想都不用想 恭喜徐胜文王东旭成功进展 我在整个这次展览里最喜欢这首画 谢谢 很刀就是这个画 太来劲了这个呀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成功 非常窃提的一个组画 你漂亮 谢谢奶奶 你们这个画很有创意吗 谢谢 第一吗 第一名 恭喜苏航 人刚 成功进展 最保送的 有意思了 这里是纯小酸奶冠名播出的绘画少年的天空 纯小无添加 自然更好喝 绘画少年的天空 每周五22点 无难卫视 芒果TV双平台读播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芒果TV 会员尊详 绘画少年营业中 会员plus版等超多衍生节目 欢迎来到 纯小绘画之城 纯小酸奶 纯自然 想自在 第三盏 探究世界的二元性 组画创作 甄选继续 本轮甄选命题为 年轻与老年 带来作品的画家有 马子晨与易柏林 罗天奇与余丽阳 莫里嘉与尼加西 李欢与玉元 翟莫凡与陈朗木 请本轮 年轻与老年命题的 画家们入座 加油 加油 柏林主持人加油 加油 莫里 莫里莫里 果然画得最好 是 好像有点歪了 抬 这边脚 对往这边 往这边移一点 可以了 好 差不多 这真的是个大黄火 这个火整得太硬了 硬火 还可以 可能你日常看到的一些东西 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你上舞台不一定 本轮画作真选开始 又要来一次天人交战 要来了 请策展人从本组画家开始 现实交流 你预测一下 全票通过的作品是哪个 这一场 我觉得龙的那个呢 我觉得谁会是最高啊 摩尼 摩尼哥 反正我是觉得在他们俩之间产生 让我给一个策展官 我给佳哥 佳哥就是画得好 佳哥画得最好 真不错啊 真不错 真的我觉得我们做的真的 很厉害 好棒 莫老师 佳哥 我想看看 有名字吗 作品的名字叫 我心相应 我心相应 西湖吗 对 对 但懂您看出来了 我很喜欢 挺妙的 可以 坐下个儿会 那你们是怎么组到一起的 听说是志愿组合是吗 对 对一开始其实我跟苏杭想想组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是油画 后来我跟苏杭商量 我感觉来这个节目还是得稍微玩点创新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各自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对 嗯 像这这一组画里面就只有我们是国画跟油画的一种组合 对 其他的看起来都很 同画种 对 其实之前还有一张 那之前那个是怎么了呢 我那张画 我本来是做了一个开门那个设计 门一开之后就是佳哥的一个山水 对 然后这个方案呢我们感觉定的挺好的 然后到最后作品都完成了 看着自己两部作品好像摆不在一起 感觉摆在一起好像很冲突 就画风很冲突 这那小娃娃吗 对 完全不搭 就感觉因为我自己油画 有点拖累了佳哥那种山水那种宏大的那种场面 然后我当时就 心里就越想越气 就把那个画给刮掉了 刮掉了 刮掉了 吐掉了干嘛呢 太风波了 一般人看着他毁那个画 不怕 不怕 已经不受控制了他那时候已经 我们都阻止不了他 一下子毁掉了 不给自己留后路了 发复 真行啊 然后那个时候 离交作业时间还有三天时间 然后我们就很果断地做了一个决定 重新定一个计划 重新再画 破釜沉舟 我帮你了 怎么样 看 重新开始搞了 重新开始搞了 可以的 可以的 有信心的 没问题 还得及吗 没得及 我们两个的创作都很有激情 都很疯 因为不会有人说 要在您交稿的前两三天再重新画 但是 我们做了 这一次尝试是很有突破的 我认为是很成功的 所以我 其实我自己是有把握的 对这一次作品 但总有没有让您失望我们这一组 没有啊 没有啊 太好了 我很喜欢 我真的很喜欢 我不是因为咱们一组的 我在这儿下客气啊 感谢大家 我就是刚刚这么打眼看了一圈 我是觉得这个最让我就是想了解了 孟里加肯定高分 嗯 孟里加这把我们稳妥 我觉得老牧这个 他张开手的这个姿势特别好 好像要抱抱这种 嗯 对很可爱 嗯 萌萌的 萌萌的 嗯 不是白 把把动作摆起来了 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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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喽 你好你好 我是我是 你好你好 哇哦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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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你的吧 这个是你的吧 完了怎么被看 一下就被看出来了 哈哈对看得出来啊 你们的风格 那个是狼木的吗 我我看得出来了 孙琳哥眼睛还是很 毒辣的 你今天还穿了一个绿色来是故意的吧 故意的就是 骑士跟恶龙吗 有一个这个一个反差感区别 对 那你们为什么会自己组在一起啊 哈哈哈 怎么样的一个缘分呢 哎 咱们一天来一天来 我在之前其实也看过狼木格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跟他打好 所以我们两个就 就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我俩一对眼神就 哈哈哈哈 就是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一种感觉一种感觉 一排即合的那种 嗯 ok 所以你们这一次的合作成顺利的 啊 特别顺利 有这个主要 简单形容一下你们合作的感受 要不老木格先 你先来你先来吗 要不还是你先吧 没事没事你来吧 好 嗯 就两个之间的合作 怎么会这么的和谐这么的 没有槽点甚至没有争端呢 同感 你可以谷透 你可以透篮 啊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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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走走 你俩这几个透篮 你应该透的 好 现在去就知道 然后通过这次的合作 发现我们两个其实还算有粘性 绘画的见解和热情上面 也都比较的有共识吧 所以我这次跟老木哥的合作要要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展示 我觉得不错 我很喜欢这个 真的吗 喜欢 我占综艺和观众角度战 这两个是会是变强最高的 这两个会变强最高 那我始终要给分了 我又不能给你们 对 你们喜欢哪一组 你可以给我一个你们的那种想法吗 从我的角度 我会从两个人的契合度 还有主题的这个阐述来进行评判 是 狮子这个 完整度高一些 高 画面的语言又比较统一 对 那个灯 它是四季 对 其实它们融合的还是蛮好的 然后画的也不错 对 因为我们两个的媒介材料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想着在展示方式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 别的可以组合在一起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当时第一 我说要不我们做个灯笼吧 然后我跟立洋就对视了一排即合 一排即合 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所以到最后我们完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品 其实还是蛮满意的说说实话 对 创意蛮好的 我选他们这一组 哦 他们两个没才 尤其用灯笼的四个面表性 我觉得还 还是这个 形式还可以 我特别好奇那玩能转吗 这 这个能转吗这个 是可以转的 可以转一下 他其实可以转一下 转的我看看 完开始了啊 他们要转起来了 转活了 啊 他们的灯我旋转了 如果他们那个能转的话 我觉得就会更精彩 加分 先看一下春天的吧 这样 这个这个春天 对 现在这是春天 然后他转过去是这样 等一下 慢点 慢点 有点卡 有点卡 别别 别玩坏了 问题来了 这个架子的宽度 要是单幅化的多少倍 哈哈哈 对 才能完美的旋转 对 我以为他们可以做成那种 自动转的 卡住了那个框子 呃 先把这边拿出来 对吧 先把这边拿出来 OK 来了 那这框子实验有点赶 就是 上去 对 下 两帮 帮一下 没事 那也没事 我就让我转 你别别的什么 啊 只有院长转了 山不转水转 转过了 我了 不用不用 我转 我转 然后这边是我的一个秋天 然后就是我们的这边 啊 这个的冬季 冬季 对 我觉得年轻与老年这个题目 就是在说人的一生 我们把人的一生分为了春夏秋冬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它就像四季 我是完成春夏 然后丽阳她是完成秋冬 包括 灯箱 对 灯箱 对 可以发光 啊 可以变光 对 整个灯 一下的艺术感没那么好 那个一开灯就太尴尬了 就一下变成了去寿司店的那种 这不应该 对 我用什么材料 基座是怎么来设计 然后再加上里面登陆设计 我是很到位 从两个人自身的绘画的这种优势 他们画得非常棒 每一幅画都能够表达这个主题 这细节都很棒 但是跟装置衔接上 这个环节出现巨大的问题 虽然他们画特别细腻 但是整个装置比较糙 所以说他形成巨大反差 在跟整体比较先进不差 可能做工好一点 我觉得可能展示出来效果还能好 就是这一个矿子的设计 就是其实算是我们的一个孩子 我们是很多东西 都是我们自己在做 应该是第一次 第一次尝试 最后一做 就可能出现了一些偏差 我们一开始是兴兴满满的 提出了登陆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觉得稳了 这就稳了 对 我用了半天的时间 找各种的宫廷的登陆 包括这登陆做的多大 然后我们跟老板把各种详细的数据 都给他罗列清楚了 老板一直说 okok我懂了 我懂了 结果 我我感觉他他做出来就不像个灯笼 像那种菜市场里面关鸡笼的那种那种笼子 你怎么办 结果我们真的是靠蛮力 就把他给挪回来还是有效果 我现在现在好很多了 好多了 好太多了 上面如果他有一个 比他大一点的那个东西可以照住的话 真的不行 会好一点 目前的爱说还是 o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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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我跟你讲 其实可以用一句常说话来讲的 形容这个东西你知道吧 吃的苦 耐的苦 还抱的满 我们就是抱的满你知道吧 因为他这个题目叫年轻与老年 我觉得 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此刻是年轻的 我们是有机会可以犯错 所以 就算我们 美中不足 但是这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个作品 已经尽力了 我知道他能看出来 这个胆子很大 能够 放开量 怎么去做 把这个舞台 当做你们的 创作空间 在这里边完成一项 有创意的作品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也特别欣赏你这一点 谢谢 时间到 开始轮转欣赏 其余四足足话 给自己要给他票 好 但总对我们很支持 对 加油 加油 你们一定要成功 一定 希望你们好结果 你们要是成功了 咱们就吃火锅 对吧 好好好 也这样 我觉得就是 在他们眼里的梦可能 对 没有做好 交集的等待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动画面上就 来吧 把四十分大胆全部过来 接大胆 再现 我真的觉得咱们这一次的作片 组合的非常好 明白 也也没白 是 还完美 奶奶 奶奶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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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 我在进行非常艰难的工作 明白 你们可以不可以介绍一下作品 就是我们画的是一张老照片 一张新照片 但是是同一个景 它是杭州西湖的那个三坛音乐 我们那时候就去想 干脆以这个主题来表达老年与年轻 我觉得就有一次的点在哪里 它虽然是一张老照片 但是又是那个地方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然后它画的是一个新照片 但是是那个地方现在的样子 我就在想什么才是老 什么才是年轻 就是它们之间 我觉得可能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因为老年跟年轻 其实是在同一条生命线上面 它其实是一个循环 然后我的绘画上面 就是借鉴了一些 现代主义之父再上的一点理念 以个几何的形式去呈现自然万物 我把现实主义的一个照片 把它画出重构的一种感觉 以一种几何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万物 也是对于新照片的一种解构吧 这一张我用了我之前未曾用过的重彩画法 先要把那个墨底积染的非常够 非常厚之后 再在上面上矿物质颜料的那个重彩 可以看到就是细看里面 是有很多很复杂的机理的 很多层的 我看这两幅作品呢 让我有点意外 我觉得你们可以做得更好 你们会觉得要画成这样 差不多尺寸了拼在一起 那个通景 你会觉得这样是组画 我看起来像天后的变化 天气的变化 那个好像是风和日丽 这个是暴风雨 就觉得看不太懂 它跟年轻跟老年的关系 那我的给分 奶奶应该不会给高分的吗 第一个第一张给不是一个十 给到你们的是十分 十分 谢谢奶奶 这么低 因为难以置信吃惊 还挺难受的 这个心情很跌宕 像你们的基本的功力 都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 所以你们在往下走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 你们要能够跳出 一个既定的思维 对 你们被组画两个字吓到了 加油 好 加油 你加油 没好 没事 反正 我觉得 挺好了 就是这个过程非常好 这样才好玩吧 对 这样还挺好玩 确实挺好玩 大总 大总 你们坐着 没事 我们陪您 陪您看一下 没办法就是 让他自由地旋转了 只能忍转了 对 三不转谁转 脸蛋要去转单了 每个策展人上来 先自转一圈 我打那边看 那个框太小 你们这个弄得还挺不容易的 太烦了 框子束缚了他俩作品 我觉得你们的创意也挺好的 就是这个灯笼吧 就搞得这个架子搞得转得太慢了 对 就体验感差了一点 对 嗯 除了那个画之外呢 我觉得有一个 装置的艺术在你们的作品里面 嗯 可是那个装置艺术 我觉得真的做得不是很好的 不是很好的 会有影响你们的那个画作的那个观想的那种感觉 嗯 其实从远处看我就是对这个是心下意涵 我觉得完了 我从远处看的时候 我说那边那个 骑骑银角绝对是不行的 废了 但是凑近看其实画是好的 但是就是外面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点差劲 因为我们做这个灯笼的时候 其实灯笼只是辅助 最后还是回归到画面 对 我们其实对彼此的画作 非常就是有信心的 画龙点 点金 但是这个金可能 不好 不好 这个真的很 很给他减分 减分吧 哎 我想看李丹怎么给这个分 我必须把我的完整的心 努力程跟你俩交流一下 嗯 OK 我非常有务 你们的话我喜欢 然后创意我也喜欢 我觉得要不就给你们30分 要不你们就是10分 好 唯一的因素就是我要不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 栏目矿考虑进去 还有这些电线 我想了半天 我很难受 哎呀 这个纠结的劲 太纠结了 我在想 但是我觉得 必须要一视同仁 哎 嗯 这话有意思 哦 给10分吗 难道 因为这个 时间 准备时间 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因为其实好多人身上也发生了 重画 合作的什么各种问题 我觉得可能对时间的这个专业排布 也是一个画家 理应具备的素质 他既然是你们推到这里的一个作品的话 种种瑕疵 我只能是这么去考虑进去了 但就很遗憾了 我只能把我手给都 最低服务是给你们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非常不好意思 我这个的时候我也很难受 不好意思啊 谢谢 谢谢 希望两位老师谅解 谢谢 做成这种灯笼啊 你要做得很好 很精美 是能加分的 才智做工一旦不好就很减分 我们太服了 没所谓的 因为我没觉得画的差 你的画和我的画 我觉得没你画的差 然后最后搞的就没出 哎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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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一开始考虑的点吧 既然我们要做了 就别怕 好吧 没事 这 这怎么比 太可怕了 哇 我都紧张起来了 40分 来个40 这三个都有可能最高 我冥冥之中 我感觉紫辰那一位是40 嗨 嗨 嗨 你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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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可以向我简单 介绍一下你们画这个画的那个 可以 我们画中主要的部分是有一个百年老树 对 就代表老人的部分 但是它即使很老 它还可以有绿的叶子嫩叶长出来 也有凋零的叶子在往下飘落 落到地上还可以变为养分 再被吸收供给给年轻人 对 我们这里有两个联合点 一个是那个上面的树枝 一个是那个上面的树枝 然后有这边的羞木 这样跨过去 这样就把这一幅画联合起来 嗯 我觉得应该会给挺高的 但志玲哥喜欢 喜欢有画 我觉得志玲哥给他们应该不会 高 太高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两幅画能独立的去看 也能组合在一起看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很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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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哦 没想到 庄志玲居然也喜欢国画 我能在你们的作品里面看到一种 生生不息的那种循环 也没有很硬的把一些要表达的那些主题 硬放进去 很有格局 我觉得你们对 谢谢志玲哥 那我也要把我的点长指 给两位 谢谢 应该会给这个四十八 我觉得 不会 来 就算 先做啥 我可以看吗 这个 你们数一二三 一 二 三 三 五 哦 我给他四十 这么高 哇哇哇 紫生他们真的拿到高分 对 谢谢志玲哥 谢谢 谢谢 我 自己就很喜欢不同类型的画 尤其是来了这个节目之后 自己大开眼界嘛 也对国画 产生了兴趣 真的很感谢志玲哥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会给四十 对 嗯 陈老孟那部画 我觉得会拿高分 林院长的票最难拿 我告诉你 这个介绍吧 二位 我先来是吧 我们刚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那个上面很狡猾 他写的是年轻与老年 他说的还不是少年与老年 所以我们就在想啊 年轻和老年 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那我当时其实 反映了一个庄子的逍遥游 里面有一个说这个小虫子 早上生 夜间死 人呀 有自己的年 所以呢 可能百年左右 对 但是树呢 有千年 有万年 所以它是一个 可变的量 就是这个时间 那所以呢 我当时就在想 什么是可变 那于是我就想到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 叫 屠龙骑士忠诚恶龙 就是说 他在慢慢变成自己 可能不理解的那个人 或者 他慢慢理解了 然后放下自己原来的那个心 我觉得这就是 时间的变量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 本来应该是很凶的一个龙 但是却是一个玩具龙的 这个状态 它就是那个叫什么 玩具 玩具种动员里 那个恐龙玩具的形象 暴暴龙 和一个老年看似 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的 骑士的造型 然后在处理 画法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俩就统一了一下 都采用这种薄画法 然后画的 颜色相对透明一些 在这个处理上 我俩就是说 想要以一个轻松的 幽默一点的 调侃的方式来处理 因为这种年轻与老年呢 可能大多数人拿到题目 都会想到时间 都觉得是一个蛮沉重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在比如说颜色 一些细节上 一定要追求一个 作品的契合度 比如说都是选择了 一个完整的形象 对它进行了切割 它的那个人头盔甲的黄色 和我这边的肚子 这个部位的黄色 还有它渗透过去的一些蓝色 还有它的背景 选用了我的这个绿色 还有牙 还有牙 这都少一颗牙 无论挺好 两人都少一颗牙 在这里边看 究竟谁大谁小 这两个都很有意思 我很喜欢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还是比较协调的 就是越看越耐看 无论是从这种艺术家的表达 还有业组专业性 我觉得都是最好的 比你们原来的感觉 我说心里话 还要好 谢谢 哇 这个人家太高了 对对对 景地 我也是 好了 给老师 你来一把 院长都这么说 那肯定是高分了 我感觉稳了 林院长的票最难拿 我告诉你 这个 这个 这个太高了 对 平下太高了 我看太高了 林院长的票最难拿 我告诉你 我想看换书的 我们两个作品 想了很多中国的传统物件 我们最后商讨 一直觉得 省丝 这个形象非常合适 它历史很悠久 然后呢 年轻和老年这个主题 我的老用在了历史和传统 老物件 老爱好 老习惯 这是我的画中 我所选的老的元素 然后这张画里面是 我藏了我自己的一个形象 依旧我的IP放在里面 通过我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现在飞于传统物 省丝这个元素的 所以在我的画面里 这个省丝它很充满未来科技感 对这是我画面想要表达的内容 不知道冰冰姐会不会喜欢这类型的画 我手上就剩两张卡了 是两张高分还是两张低分呢 一个最高分一个低分 那我觉得您一定不能把最低分给我们 我觉得这完全不搭 真的 不就送出一张我的卡吧 好嘞 你练总拿到四十吧 我看 从冰冰姐这 谢谢冰冰姐 谢谢 祝你们幸运 好 好嘞 好嘞 好 最终我高分是给了李欢这一组数字绘画 首先它非常是一幅组画 并且两个人在沟通了创意之后 确定了大小之后 各画各地放在一起 我觉得他们非常和谐 我怎么感觉这一块给的都是四十 我觉得我们的票数 应该 应该 不是最低 我还是觉得中等 我还是觉得中等以上 嗯 我也觉得起码是中等以上 给我们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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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冠军是 环树和预员 哈哈哈哈 低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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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太嚣张 策展人投送纯响点藏纸完毕 现场开始统计各组纯响点藏纸 这么刺激啊 统计完公布吗 你也不知道这加出来是多少 哎呦我看了我好着急呀 哎呀 有可能立揚他们最低啊 怎么我感觉他那个表情 等待吧一会就揭晓了 来的啊 赤字 现在公布本轮年轻与老年命题 甄选结果 首先公布本轮命题 策展人纯响点藏纸第一名的小组 六荒吧 我说我一个40 五哥都开始做起来了 紧张了紧张了 他们分很高 共获得150个纯响点藏纸 这么高 真狠 他们是 宅莫凡 陈朗牧 恭喜宅莫凡 陈朗牧 两位画家成功进展 宅莫凡 陈朗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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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组这些信息 说明我们还有一个缓节可能 哎呀哇 没关系 我是觉得很满意的就行了 对 还第一次被打这么低的分 我是有史以来 从开始学画画到现在 这是我拿的最低最低的意思 我没有拿的 反正第一次嘛 其他四组画家进入待定 观众点藏值最低的组画画家将面临淘汰 你这个书包哪来的 抽盲盒抽到的 那我教你 微信下拉 搜索小程序 存享会 点击幸运盲盒专区 百分之一百中奖的哦 这样就有机会赢得 存享背包 还有芒果会员卡 福利真多 我看首页还在招募品鉴官 可以宁愿品尝 桂花酒量酸奶 赶紧发到群里 本次探讨世界二元性的预展中 一共展出了十五幅组画 一百二十位客人 为其进行点藏值的投送 每位客人拥有十个 存享点藏值 一共一千二百五十个 在每轮命题中 一百二十五位客人 存享点藏值 投送排名最末尾的艺术家 由本组策展人 开始做二分之一的选择 二分之一就是两个人走一个 然后这一个人淘汰 就是从那个观众 最不受欢迎的那一组 二分之一选 太刺激了 若客人存享点藏值 末尾的艺术家 已经晋级 则顺未到排名倒数第二的艺术家 同样也是由本组策展人 进行二分之一的选择 真的还好吓人 那这倒数第二的太亏了 对 我觉得最难过的一点 他们是主化 你的画中有我 我的画中有你一起画的 你叫我两个人当中舍一个 我奶奶都 舍一个都舍不得 都舍不得 舍得很痛苦 奶奶全都想要 但是叫我两个都不行 我也还是愿意选一个 总不能叫两个都不要吧 保一个算一个 对 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也挺妙的 对我们的作品抱有希望 我们只要不到第一 就帮我们没有我们外战 富贵贤中求 我感觉我差不多 觉得就应该不会是我们 人家有可能要想赢 面对吧 我得回家还能带吧 我不想走 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擦脸有事吗 没事吧 我现在不知道 来吧 请真相与谎言命题中的 游泳与使沉动 李思哲与刘亚诚 陈十三与尚浩翔 薛大威与刘春雨花家们入场 这一提他们名字我心都直哆嗦 昨天这组就是 盛伦和东旭的那个香蕉和背影 他们见了 接下来将公布 真相与谎言命题下的五组艺术家 来自一百二十五位客人的 纯响典藏值的投送结果 第一名的是 陈十三 他们那个大众国票应该会很好 泳哥和石老师是肯定稳的 专业水平在那放着 也是 游泳使沉动艺术家共同获得 一百三十四个典藏值 其中五十六个典藏值来自游泳 七十八个典藏值来自使沉动 这么高 最高的 最高的 我记得昨天就是说 最高值就是一百三十四 最高的 其实就是你们感 行啊 老大哥还是可以了 我们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恭喜 当然是我预料之中 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的那个创作 第二名的是 十三 十三 位 十三 大 位 徐胜伦 王冬旭两位艺术家一共获得一百一十一个典藏值 哈哈哈哈哈哈 其中四十三个典藏值来自于徐胜伦 六十八个典藏值来自于王冬旭 他们也是五位测染人共同投出典藏值的第一名 压力给到另外三组朋友了 冰冰姐已经听不进去我说话了眼睛都盯在陈十三的身上 还有山浩翔 冰冰姐掉线了 冰冰姐CPU燃烧了 我们这幅画要是不进的话我们真的就要唱一首太委屈 他们那组肯定不会到底你放心 你个多这范儿的 我的宝贝啊怎么办啊 我的我的宝贝啊 对两个都很好 第三名的是 十三我也觉得像 第三名的是 李思哲 刘亚诚艺术家共同获得 103个典藏值 其中四十一个典藏值来自于李思哲 六十二个典藏值来自于刘亚诚 这个在我的意料值得好 好 大鹤 你先鹤的话不是香吗 李思哲 他们竟然超过了 上好香 是的 我又没想到 对 反转有点意思 刚才是不是还是小小的慌个一会儿来着 非常慌 现在不慌了 现在是浩翔十三大V 你看我干嘛呀 你看看着他 看着他 好吓人 他现在是那个一脸杀气 你小心啊 你小心啊 接下来将公布 最后两组艺术家的成绩 最后两组艺术家的成绩 他现在是那个一脸杀气 刚才说梁组我最喜欢他 在最后 第四名的艺术家获得了九十九个典藏值 第五名的艺术家共同获得了五十五个典藏值 这一线落得有大 应该就是十三拿了九十九 这边 十三 六到位 十 都想都可以都想 其实我不太在意这些问题 我已经做到最好了 我不是很担心了 因为我和我的队友很强 快点说吧 我都要急死了 我浑身发麻 手心出汗 我从来守不出汗的人 第四名的是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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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说呀 第四名的是 陈十三 尚浩翔艺术家共同获得九十九个典藏值 其中四十九个典藏值来自于陈十三 五十个典藏值来自于尚浩翔 把心放下吧 哈哈哈哈 我爱你 我摔倒了 我摔倒了 第五名的是 薛大威和刘承宇艺术家共同获得五十五个典藏值 其中二十八个典藏值来自于薛大威 二十七个典藏值来自于刘承宇 大威这个就是太低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低 怎么办 请薛大威 刘承宇请走到天空之门 抱一个 没事 好 现在是没事了吗你们俩 逃过一劫 逃过一劫 心跳差点 跳出去 冰冰冰 冰冰 老师 你们已经没事了 我奶奶就变垫底了 是奶奶要去二选一 奶奶要哭了 奶奶哭了 请陆荣之测量人开始做二分之一的选择 哎 我天 这个砸起来 我嘴巴都开不了口 早开口啊 我不想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组队 可是我也不想发生在别的组队 所以反正一定要发生 你们好好的 用这个机会 两个人做最好的表述 让别人知道他们的损失有多大 可以吗 大家好 我是刘承宇 能来到这个节目认识大家 这个过程里面交了很多的朋友 也能跟游泳哥 然后陈栋哥 包括宫序哥 还有佳哥 很多他们一起交流 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到我的画面前 给我一些某一方面的肯定 说画得不错 其实对我来说收获就很大了 我们两个不管谁能往下创作 都能给您带来新的新鲜感和惊喜 我们两个也都会加油 也为对方加油 然后最后一小点就是 其实我也是会画数字插画的 但是来到这个节目目前 我还没有去尝试 如果说我有那么一种可能可以留下来的话 我希望给您带来一个在数字插画方面的惊喜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我一定全力以赴 谢谢 表达的挺好 因为他很有用 他宣诚的 陈渝已经很努力了 反正 反正我是看到他在画室里面 他是一直都在 对一直在那里面 对 陈渝把好听话已经帮我说完了 但是我有不服 非常不服 作为这个最后一名 我觉得这个有点受之有愧了 大卫有意思 大卫 牛尾大卫 绝 最后一名我担不起 我就要说这么多 好 王哲 现在那小笼包顶起来了 大卫 我是王 我走了也是王 我对我的组队的每一个成员 都是奶奶的宝贝 所以我怎么运气这么不好 第一个要上来做抉择的人 竟然会是我 你觉得谁会留 大卫可能会留 我觉得他会选大卫 奶奶这一次就是要如晨宇 晨宇和柳 如晨宇会 晨宇是真的挺好的 所以 我最后的抉择 肯定是选大卫 我最后的抉择 就是帮这位王者的不服 再继续奋斗下去 完了 我现在有点手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总要有所根据 做最后的抉择 你们两位的主话 分数只差一分 那么我只能说 在这个组画当中 大卫的那一幅 说服了所有的观众们 就多给了他那一分 给你的衣服颜色 竟然是刚好 对 对 这个卡就是专为我设计 我血液 虽然说这个话 有点太扯 不合时宜 但是 你明白吗 我就是这样 嗯 明白 请成功进展的艺术家 先回到座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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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这样子起来 谢谢 谢谢 奶奶陪着你 跟所有的观众们说 一个最美丽的告别 好 好 好没受啊 有客气 嗯 我还真很喜欢刘成 他挺拼的 好可惜 对啊 熬夜 熬夜基本他 每次我们熬夜都在了 熬夜没有一天少的他 嗯 对 天天在 挺拼 刘成你进步很大 对 而且他非常认真 我觉得他太多让我可怜 而且他问题是 他做作品 就能执着劲儿就很好 是有点可惜他 虽然在绘画少年的天空旅程 我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真的想说 希望大家能看到我来到这里 也是带着我的诚意 和对艺术的敬畏心 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 谢谢 谢谢 熹冰姐 蛋糕 祝你哥 加油 谢谢 爱你哦 你特别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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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队又少一个人了 辛苦了 奶奶 真的太难了 太难了 太勇敢了 他一路走来 是我一路在鼓励他 然后现在我亲口说 我要放弃他 我最不喜欢荡调人 现在轮到我第一个上场 我第一个上场巨荡人 我真的很难过 想想待会儿我们俩上去 你们有可能会吗 还是我们 我们分很低的 接下来宣布 第二轮的点藏值结果 要来了 上有天 下有苏豪 请玫瑰与面包命题中的 顾天宇 王君浩 赛本源与黄顺帆 慕林彤与周明德 龚絮与张志海 画家们入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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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组 哦 这一组 原来是 莫林彤跟周明德 没有形成组画的感觉 我都很担心他们两个被淘汰 接下来将公布《玫瑰与面包》 命题下的五组艺术家的成绩 首先公布的是第一名的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我们这组的作品 下次还可以的 第一名的是 要来了 苏杭 仁刚两位画家 共同获得了106个典藏值 其中45个典藏值来自苏杭 61个典藏值来自于仁刚 他们也是五位策展人 共同投出的典藏值的第一名 接下来宣布的是第二名 往前号 往前号 至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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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56个典藏值来自于赛本源 其中56个典藏值来自于赛本源 26个典藏值来自于黄胜帆 真棒 赛确实厉害 赛这个阶段很棒也可以 加油 够酷 谢谢北民给你 哈哈哈哈 第二名的才80几票 第二名才80几票 接下来宣布的是第三名的组画艺术家 第三名是君浩他们吧 嗯 股坚龙君浩 对 他们真的是做的最完美的一组 我都是那一组工序那一组 第三名的是 我为什么有一点点替童哥担心呢 如果你让我再他来选我就气死了 第三名的是 我转身离开 第三名的是 穆林同周穆林同周明德 两位艺术家共同获得 71个典藏值 太好了 其中31个典藏值来自于穆林同 40个典藏值来自于周明德 别这样 没事 没事 穆老师 穆老师对这个结果也并不是很满意 哈哈哈 我满意了 我满意就满意了 可以了 没了可以了 昨天那个大哥的那个 穆老师都在那个 机械里 嗯都已经开始要准备回家了 对他都要收拾东西了 收拾东西了 昨天在机械里他都要收拾东西了 问我有个箱子 我们不要忘字菲伯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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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他俩都不好意思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小心 你们俩给了我一个半颗心没事 但是我还是要 我老师把把心弄满了 这样子 谢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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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画面 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画面 我的天 dans 哈哈哈哈 精煞 哎下点次上这个画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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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目录着有点费命啊 有点费人的 有点费 不用我下去 体验奶奶的感受了 不要最后一个优势 是 我又是陆奶奶煮的吧 奶奶哭了 工序和张哲涵的那个 不知道她能看过 看得懂过 是那个观众 接下来将公布 玫瑰与面包主题下的 两组艺术家的成绩 紧张 不是工序 我找舞台了 许哥 君浩 古天王君浩 第四名获得的典藏值是63个 第五名的典藏值是61个 哇 差那么近 这差两个 这差两个 哦 两票 差一点点 差两 第四名的艺术家是 是 天啊 肯定是他俩 顾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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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吗 不难看了 第四名的艺术家是 顾天宇 王君浩艺术家 共同获得63个典藏值 其中30个典藏值来自于顾天宇 33个来自于王君浩 你什么 这没法鼓掌 又出乎意料了 天哪 我终于放心了 我不用再下去一次 加油 奶奶激动地又哭了 我不用下去了 第五名的是 龚旭张志涵两位艺术家 共同获得61个典藏值 其中30个典藏值来自于龚旭 31个典藏值来自于张志涵 志琳哥 是没法鼓掌 搞不懂 我死了 他们挺狠的 那个作品 他们那个形式 我以为会很吸睛 结果大众并不买单 我一开始就觉得 这一幅画一定是第一分 就是不否认他们的艺术造诣 但是他们这次的形式 和美容真的很有问题 请龚旭张志涵 走到天空之门 其余画家回到原位 你还在说 你还在看 你自己的车子 你自己的车子 要对 你自己的车子 表面 它不是 你不会有人 天哪 怎么会这样 这还危险了 没说得对 每个人心中都有附水魔化 方寸浓淡间显天地之美 触碰江峰明月 黑金搭配低调中凸显尊贵 是其东方美学大成之作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这折叠技法包罗万象 妙啊 您是懂画的 我没在评画 我是说新系天下W23系列 纸笔会天空降新系天下 新系天下W23W23 Flip 纯响酸奶绘画少年的天空 下节更精彩 纯响酸奶绘画少年的天空 现在继续 这里是纯响酸奶冠名播车的绘画少年的天空 纯响无添加自然更好喝 绘画少年的天空成长见证观 新系天下 感谢新系天下 W23W23 Flip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感谢新系天下 数换 怎么会这样 这还危险了 没说得对 你们先说说想分享的一些话吧 我觉得首先就是 挺神奇的来到这个节目 然后也挺好玩的 我感觉就是在一个地方找到了 我曾经学画画那种状态 然后和一些哥哥们一起玩 然后看他们其实很努力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龚絮老师 周明德老师 林同哥 还有老孟哥 他们比我们还努力 我当时就一瞬间就觉得 哇 他们对于那种美的追求 就是我特别感动 那个状态我就想提醒自己 以后不要找借口什么不画画这些的 这个是我的感觉 谢谢 智琳哥 你不用选择了 我觉得不管智琳哥 您今天选的是谁 我都愿意把这个留在这里的机会 给到智海 龚絮让自己找 我来到这里 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很感谢我自己的家人 让我可以出来两个月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来到这里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来到这里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很多 我非常感谢这么多时间 一线的编导 有时候两点钟 编导都会来看我们画画 这点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 最近就是节目播了嘛 我周围的人也经常会聊 他说 哎呀 龚絮 你这个 情绪也不用太大 或者干嘛的 我说其实也没什么情绪 然后呢 说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 哎呀 会有流量的 会有干嘛的 然后我想在这里说 艺术家追求流量 赶紧转行吧 很多行业 流量比艺术家大多了 好 谢谢大家 龚絮 我非常欣赏他 不不光是他的画了 还有他的个人的魅力 我觉得龚絮老师说得很对 而且就是志海 我觉得你真的还有很多很多进步的空间 所以留在这个节目 我觉得对你的好处是更多的 所以这一张邀请卡我发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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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絮哥 你是 太远了 这是龚絮哥 对 对 你怎么说 我觉得我面前 两位艺术家都特爷们的 我们挺着我们的腰进来 又挺着我们的腰离开 没什么大不了 龚絮啊 我觉得他的性格还真挺小的 他挺像一个那个 就是那种武侠小说的那种人 龚絮 他挺着急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宣布第三组主题下的结果 请年轻与老年密题中的李欢与预言 易柏林与马子成 茉莉佳与尼加西 罗天曲与丽阳画家们入场 我们只不能再走人了 别走 不能再走人了 千万不要到我的头上来 我的马子成 易柏林 怎么还有我们组的人呢 来看我们遇到准不准 或者是茉莉佳跟林佳琪 这还真不知道咱选 怎么没有你 那我们那个是最惨的 我们那个 这这两孩子我说特别喜欢 就这个 灯香这个 我也很喜欢 这个画特别好 特别可惜 我们的票是多少 我也还想 我现在弄得被想知道了 其实我是无所谓的 我天 首先 我们要宣布的是第五名的成绩 我懵了 玩的就是心跳 第五名的艺术家共同获得54个点藏值 啊54我没记错的话 是不是全场最低的那个数字啊 是的 嗯嗯 54应该就是马子成 对 那我们那个是 最惨的 我们那个 第五名的是 拜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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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名的是 第五名的是 宅莫凡 陈朗牧 两位艺术家共同获得54个点藏值 其中二十八个点藏值来自于宅莫凡 二十六个点藏值来自于陈朗牧 反转 女士 反转 这个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是我们选的第一名 对啊 然后客人竟然给他们最后一名 54是他们 他们最后有点难想 不然我们对大众不疼心 就在我看来 我以为大众会很喜欢他们的东西 你要做到亚俗共赏还是很冷的 有东西 他们这样的话上升为倒数第二 那倒数第一是这样 现在第四名就危险了 第四名要面临二选一了 现在就是排除法 越往后压力越大 真的都不差 真的都不差 谁是第四都不好想象 你觉得谁能 谁不会好 不好惨 对 因为这个我都特别担心他们 别人 天奇他们的装饰确实有到问题 对 对 接下来要宣布第一名的成绩 第一名的是 我觉得肯定是异波 不是我们觉得是预言 第一名的是 李欢 预言两位艺术家共同获得97个典藏值 其中58个典藏值来自于李欢 39个典藏值来自于预言 这个我没想到 这个我没想到 太高了 太高了 非常棒 太高兴了 终于不能走人了 我终于可以不要哭了 现在的压力给到其他三组 接下来要宣布的是第二名的成绩 第二名的是 其实会有一点点担心 毕竟我是用了一种 我从来没用过的方式去创作 并不是非常的 有百分之百的自信 能够战胜我同组的作品 当选手真折磨 五位策展人给了我跟丽阳 全场最低分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面临淘汰 昨天我特别纠结他们俩 是吧 特别纠结 第二名的是 罗天琪 余丽阳一共获得77个典藏值 其中25个典藏值来自于罗天琪 52个典藏值来自于余丽阳 对 对 现在咱开出了 这棒 我最担心的 但是我也为他们 为你们骄傲 真的 真的 就是好 我们的大灯笼还不错 现在就剩佳哥和紫辰他们了 黎明姐现在就剩咱们两组了 我觉得我们这两个不应该太差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相当于两个组在争唯一的名额了 这幅画我觉得非常好 融合得也非常好 他们的话够资格留下来 我肯定最喜欢还是莫里加加西他们 我认为他们是很高的 我现在宣布第三名的成绩 佳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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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是马子权 第三名的是 纯响酸奶绘画少年的天空 下节更精彩 纯响酸奶绘画少年的天空 现在继续 这里是纯响酸奶冠名播出的绘画少年的天空 纯响无添加自然更好喝 上微博搜索绘画少年的天空 分享作品观后感 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 我接下来宣布第三名的成绩 佳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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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是马子权 第三名的是 莫里加尼加西两位艺术家共同获得69个典藏值 其中38个典藏值来自于莫里加 31个典藏值来自于尼加西 佳哥佳哥 达好 三好 太好了 三好 他们一组都没走 那现在是 易老师和紫辰要走一个 第四名的是 易博林和马子辰两位艺术家共同获得68个典藏值 其中28个典藏值来自于易博林 40个典藏值来自于马子辰 李冰冰组这两位艺术家 进入二分之一的选择 李冰冰组这两位艺术家 进入二分之一的选择 冰冰老师 哇哦 my god 真的天哪 怎么选呢 这么这么艰难的决定 我真的很心痛 我不舍得 我发现了 马子晨人非常好 很有情痛 易博林也画得非常好 啥办呢 我没办法 你得耍了 我才想死 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当我知道是他们两个的时候 我已经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了 就是我觉得我有点失控当时 你得上啊 这个结果我真的好 嗯 冰冰冰姐很难抉择了 哇 这么好啊 这俩啊 这真的很难选 我爱的你们 你们想说一些什么吗 冰冰姐好 嗯 我想说的话 很多是想跟柏林说的 哦呦 其实我来到这个节目 我第一次知道柏林这个人的时候 我是特别不看好 我跟别人背地里还disco你 是真的 我说当时我就想一个外国人画我们国画 他能画成什么样子呢 然后后来慢慢接触 然后包括这次一起很机缘巧合的 我们俩的一个碰撞出来的作品 这么一个过程之后我会感觉到 他是在不断地突破自我 他不光有蘑菇 即使他有很多没画过的东西 他都可以很尽力地 就是给我的感觉是拳拳到肉的 打在我心里的 用国画阐述他想表达的东西 很棒的 柏林 加油 咱俩啊 谁留在这儿我觉得都是可以让观众 能更多地看到更好的国画 也都值得 所以毕毕姐放宽心 我 我觉得柏林 很喜欢他 真的 我也喜欢他 我也喜欢易老师 我喜欢他 我也喜欢易老师 我真喜欢易老师 我更喜欢柏林的话 我也 但谁走得很可惜 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柏林 首先我想感谢李宾敏老师 对我的这个孤立和信任 就是没有你的选择 我也是做不到今天 我来参加节目主要是为了分享 我觉得马泽成说的很对 其实很多人 接受不了外国人画过话 或者看不懂 或者没有看到 那么没有看到也是要给他们看的 当然我们画的国画 肯定是不一样的一种国画 所以我们就是会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 或者一些新的想法 一些新的推动 很好 这是以后的路 反正很清楚 无论是水术或者这个画号 我会更加地自信 也更加地坚定 因为我在这个活动场中也看到了自己的能力 还得到了很多肯定 我很开心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一波林老师 王子晨老师 两位都是我 选的艺术家 是我的心头之好 我很爱你们的作品 我很喜欢 我也完全没有想到 今天这幅画 会面临选择 我很气愤 我也觉得很不公平 不知道这个不公平来自哪里 可能就是有一些人看不懂 这幅画我也非常喜欢 柏林画的那抹蓝色 有了那抹蓝色 才让这幅画 有了呼吸的感觉 有了空气感 一幅组画 是两个人共同的付出 但是我现在心里 就只有三个字 就是不舍得 没事 冰冰姐 但是谢谢一柏林老师 你的轻松和你的大度 还有你的绅士风度 让我很受教育 我也很受感动 谢谢你 没事 我爱你 谢谢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支持你 谢谢你 我会以后继续关注你的画 因为我觉得你画得非常好 谢谢 真的好 谢谢 恭喜子晨 谢谢 谢谢 加油 继续 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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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可以 可以 不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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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好 好 好 宝贝 他们两个谁我都不舍得 我也很想逸柏林继续留下来 但是我又无力回天 真的非常遗憾 这可能是节目做到这里 我最遗憾的一件事 好 宝贝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节目是艺术的节目 你看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有竞争对不对 为什么艺术还要竞争呢 我觉得这三四个人你让我选我也选不出来谁可以淘汰 很优秀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所有人都应该留下来 因为真正的艺术没有淘汰过任何人 这个我说几句 其实刚才看了以后特别感动 对艺术家辛勤的付出也特别感动 对整个主办方为之所做出的以及搭建这个平台而感动 也更为我们这几位策展人的真诚而感动 这个在这里面呢 我是从昨天开始 我跟这个团队我说 我们不是为我们个人参与这项活动 我们是要为中国的美誉教育而参加这个活动 要把它推到一个更好的一个 让大家能够看得到摸得着读得懂的这么样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要给我们搭建这个让大众参与 让我们所有人都参与是专业和不是专业的都要参与它 因为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在台上 还是从台上走下来 我们都是要为中国的美誉教育要贡献一份力量 这才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所有参赛人的一个使命 谢谢大家 我就说这些 今天我们将开启第四展的邀请 我眼中的你人物主题展 27名画家梁梁组队将有一名画家落单 落单的画家需要为自己和其他任意画家各画一幅画 本次展览的排名由画家内投唇响点藏值 策展人唇响点藏值 和大众唇响点藏值的总值相加组成 总排名末尾的五组画家将面临淘汰 好刺激 要两两板定 要走一起走 恭喜周明德慕林彤配对成功 可以搬回来一起了 恭喜陈老木黄胜帆配对成功 恭喜游泳和薛大威配对成功 我们有几个人那都 已经开始在商量 冬冬军现在已经有落单的趋势 价格落单了 策展人唇响点藏值投送开启 你们俩拼了 这不是复仇之作吗 较劲了 那里边有些细节画得特别精彩 很多的辛苦李院长帮我能看得到 你们觉得自己复仇之作 在十四组中排名第一几 你们点藏值排名是 这么低吧 纯响酸奶绘画少年的天空 下节更精彩 纯响酸奶绘画少年的天空 现在继续 绘画少年的天空每周五二十二点 无能卫视芒果TV双平台读播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芒果TV会员尊详 绘画少年营业中 会员plus版等超多衍生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